WIT的中文挫服教學之第三季炸彈砂上線喔 20225月4號午夜零點維護後第二季炸彈砂步入歷史 全新第三季炸彈砂正式上線 WIT要介紹第三季炸彈砂與其他更新 影片分第三季炸彈砂第三季炸彈砂工作台其他更新結論 第三季炸彈砂 5月4號第三季炸彈砂正式上線第二季炸彈砂正式結束 第三季炸彈砂玩法與第二季炸彈砂類似 Ctrl加B可以開始配對但不會直接傳送到炸彈砂場地 類似絕育的排隊模式等待配對期間可以做其他事情 等待炸彈砂的人物頭上會有炸彈圖案 如果先排絕育再去排炸彈砂 絕育排隊會被取消反之同理 對戰玩家人數縮減到10人 第三季炸彈砂地形改為4傷比第二季小的地形 玩家減少加場地變小等於炸彈砂接受加速 第三季炸彈砂技能變更 左劍取消岩漿炸彈 新增召喚物炸彈 召喚物炸彈丟出後會召喚一群怪物攻擊敵人 E技能除了黏彈 新增陷阱炸彈 陷阱炸彈丟出後不會消失 敵人靠近陷阱才會爆炸 Q除了補血 新增補能量 使用後能量全滿 第三季炸彈砂對戰獎勵 炸彈砂第8到4名可獲得一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 炸彈砂第三到2名可獲得3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 炸彈砂第一名可獲得5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 首砂可獲得2個炸彈砂硬幣 第三季炸彈砂硬幣上限300個 第一季與第二季炸彈砂硬幣可以轉換成共用幣 第一季與第二季炸彈砂硬幣經驗書 轉換成第三季與共用幣經驗書 炸彈砂每日任務獲得第三季炸彈砂硬幣可完成 獎勵是5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與第三季炸彈砂熔熔 第三季炸彈砂工作台 分頁1是全新的座騎翅膀 夥伴炸彈造型 帽子特效 總共需要1300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 分頁2是第三季炸彈砂熔 分類在先祖龍 沒辦法用金龍像解鎖 100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可以製作10個龍碎 100個龍碎可以製作龍蛋 50個龍幣加龍蛋加一些其他素材可以製作第三季炸彈砂熔 炸彈砂熔永久增益 加1000最大生命 加10爆傷 加5跳躍 加50吊寶 分頁3是炸彈砂相關的裝飾品 建築用的 沒事別做 分頁4是第一季與第二季的配方 新增兩隻夥伴 可以用150個炸彈砂共用幣製作 共需300個共用幣 分頁5是轉換成共用幣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炸彈砂硬幣都可以轉換成共用幣 分頁6是4人炸彈砂傳送門 跟放置絕育傳送門方式相同 用第三季炸彈砂硬幣製作 放置門的玩家可以隨時開始 不用等玩家達到10人 4人炸彈砂拿不到炸彈砂硬幣與競賽炸彈砂的分數 分頁7除了寵物變帶藥水沒有限制兌換次數 其餘一週只能兌換一次 裝備經驗藥水 水晶核心 300光食物 共用素材 需要30個第三季炸彈砂硬幣 混沌核心 熔璧 復光器 寶石黃色屬性強化道具 需要30個共用幣 其他更新 抗擊對性跳過不介紹 WIT覺得影響力不大 新增副本 紫禁之巔地形 新增三星副本 妖精之身地形 新增一星與三星副本 永動雙圓地形 新增一星副本 侏羅紀叢林地形 新增一星副本 具有的地表 新增一星副本 新配方與造型 配方副本的配方有新增物品 之前都收集完的可以再使用 造型都解鎖完的可以利用造型箱再開出新造型 總專精MR超過850的翅膀會變成下一階方格翅膀造型 商城新增加一千吊寶 持續一小時藥水與炸彈砂箱子 第二季炸彈砂龍改到傳奇龍分類可以被金龍像解鎖 結論 更新部分WIT挑比較重要的介紹 詳細可以參考挫服的更新網頁 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建議每天都要解第三季炸彈砂每日任務 等第三季炸彈砂龍做完就不用每天解 第三季炸彈砂硬幣與共用幣每週可以兌換一次的獎勵 有缺就換 WIT每週會去換寶石黃色屬性強化道具 加附光器加水晶核心 第三季炸彈砂上線囉 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WIT的Youtuber挫服直播有伴天天抽30萬flags活動 只要在WIT直播影片下方留下挫服ID IGN 加訂閱WIT YouTube頻道 隔天直播8點半過後就會抽出30萬flags而主 直播天天抽30萬flags詳細活動辦法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下支影片見掰掰